日前伊朗方面公开了一种独特的地下导弹快速发射系统 它能够让导弹像机枪那样连续上膛激发 这个创意真是让人眼界大开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月4号公布了一款 其航空航天部队生产制造的弹道导弹发射系统 可以用来发射多枚远程弹道导弹 具有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 另据美国驱动力网站战区专栏报道称 伊朗这种新型导弹发射系统 基于隧道中的自动化运输系统 采用类似于弹夹的重复装填机制 能将多枚导弹依次送入发射阵位 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射 从伊朗军方公布的视频来看 这套系统不仅装填速度快 而且整个运行体系还非常高效 可以说创意十足 海南三亚网友天涯海角提问说 伊朗大方公开这种地下导弹快速发射系统 而且整个发射的过程就跟机枪上膛之后再激发一样 那么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公布这样的一个系统呢 我们讲伊朗的这个系统 给大家一个感觉 它是为了形成它的战略威慑 但是对伊朗来说 它没有核武器 它只能用常规导弹形成战略威慑 常规导弹形成战略威慑 就需要有相当大的数量 如果数量一大 如果像传统那样单一发射井发射单一导弹的话 你这个发射井的数量就需要很大 这个成本就会很高 所以我们看伊朗别出心裁 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地下发射装置 可以说是因为它的特殊的需要 做出的特殊的选择 那么陈老师在您看来 那么伊朗的这套地下弹道导弹的发射系统 它的实战价值大吗 这个东西实战上应该说有一定意义的 因为它可以保证在实际作战当中 以比较高的速率发射数量较多的弹道导弹 从而形成这种密集的打击火力 当然问题恐怕也有 就是说你把很多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头 一旦遭到对方的打击 这个可能你的损失就会很大